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说实话换谁可能都不会再想再去来这么一招吧 因为确实自己也是想好好演戏 然后当时看了本子之后觉得本子确实不错 其实当时我没有看完整个本子 只看了前面几集和故事大纲 我觉得还有蛮有不一样的感觉的 就是如果是一个新的故事来说 觉得本子还蛮好 李承轩近几年来都在中国发展 中文水平可以说是突分猛进 但这次戏中有很多的台词都是成语 李承轩还是闹出了不少的笑话 斗得李慎乐开了花 其实它中文很好 但是呢一遇到那个就是中国的成语 就整个蒙圈了 然后比如说有一个说 叫什么落井下石 他就是喜欢趁人之威落井下石 然后因为他的剧本都英文翻译的 所以别人给他翻译的是 看到别人不爽我就非常的爽 然后他就跟我对戏的时候说 他的孩子说 你就觉得我是一个看到别人不爽 我就非常的爽的人是吗 然后我就一直笑张 一直笑张就受不了 还有一个那个吃人不吐骨头 你现在还能说得清楚吗 吃人 牛四道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人 然后好几条就是他就属于 你看他就是一说到他自己不懂的东西的时候 他就会眼神特别无辜 牛四道就是一个吃骨头吃骨头吃人 然后就开始就自己看着他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有点像那个绕口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那个那个那个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到嘟不吐葡萄皮 这个有点难 到六月底恒电片场的戏温是直逼38摄氏度 再加上演员们厚重的戏部 可以说是多灾多难 李曼就又是重感冒 又是身上多处瘀伤 幸好有诗哥的细心照顾 这个是滚楼梯 然后这个是那个撞在玻璃上的诗哥 这个都是这次拍写上的吗 那这还有 这个是诗哥 不是我打的 摔地下了 那条裙子就后期的 它是那种鱼尾裙很窄 然后要跑 跑不了那么快 就会扒自己就自己给扮到 吃屁的 吃屁的原因 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他要从楼梯嘛 很高的那个小白楼那个楼梯下来 就是 你看楼梯的话 戏就演不好 谢谢 不看楼梯的话就 嗯 吃屁的平时也是这么照顾的吗 还是在镜头前就平提贴的 没有没有 他平常就给我拿这个 因为我有的时候拿 就手就开始抖 因为那个病了嘛 然后他就会帮我拿 谢谢 谢谢 不会 晕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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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